好 趕快請要到我們的何姬鼎老師 每次這個台股被銷唬 老師就會給他打氣 打氣 打氣 如果您當時在那個點佈局的話 現在應該也會很開心 接著又外資回來了 老師 現在就真的撒錢了 包括政府也撒錢 對 大家都撒錢了 對 我記得那時候大家想說 是不是會發消費券 就有發了這個現金對不對 現金6000 12月27號的節目 對 我們節目就已經領先資道 政府都還沒說 我們都幫大家預告在前面 對 所以說我們要看 我們今天真的是搶先資道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就是當時12月27號老師說 這個發現金 全民普發 這也是撒錢嘛 對 我們那時候就幫他整理過 我們說發消費券 發三倍券 發五倍券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發消費券那個時候 台股半年內最高漲幅是65% 發三倍券的時候 台股半年內漲幅33% 發五倍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基期比較高一點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再爆發 所以漲幅就是沒有那麼高 是13% 這一次不是發那個券 是直接給你發現金 我就會提振市場的信心 我認為台股在半年內 上漲的機率是100% 那會漲到哪裡去 我認為有機會上刊萬七 萬八也有機會嗎 萬八我們可以先看到萬七 再看萬八 不要那麼貪心 老師你的萬七是 大概是會怎麼走的萬七 我們是有所本的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所以不會說 隨便我就喊萬七 我隨便喊我喊兩萬就好了 對不對 好那再來我跟大家講說 過年封關之前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沒心情覺得 封關了 先不要做 過年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不知道 那我問大家 為什麼大家沒有想到 會不會在過年期間美股大漲 結果台股一開盤跳空大漲 你這樣也追高了嗎 那現在大家只會一直想到 負面的過年期間美股會大跌 所以台股開盤會跌 那漲 那我開盤再買回來就好了 那時候如果是跳空大漲的話 你開盤是追高 所以我認為在封關之前 應該要先買進股票才比較好 為什麼 我們也不是亂說的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外資沒有跑 外資持續在台灣 我講了好久 因為前一陣子 大家看到外資一直在賣台股 一直在賣台股 我跟大家講你要看的是台幣 台幣它如果沒有出現明顯的貶值 就代表說外資賣了這些台股 有沒有離開台灣 沒有離開台灣 你看到現在為止 一直在往下 往下叫做升值 往上叫做貶值 你看它一直在往下 一直在往下準備要再跌破 這叫做升破 對 往下我們一直 老師那如果你的萬七那時候 可能就看到二字頭了 台幣應該就二字頭 因為你看 那個美國他們升息 去年升多少 升了17 台灣要升不升 愛升不升 最後只有升了2.5 台美的利差過那麼大 你看台幣還這麼強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很多人 很多外資進來去買台幣 那他買了台幣是為了要 來台灣做定存嗎 有可能嗎 那他一定是要做投資 那所以外資沒有跑 未來就會有新的買盤 那你不趁現在買 等到外資買高了 你再去幫他抬轎嗎 不是吧 所以要趁現在 你要吃外資豆腐 就要趁現在去買 再來這是外資沒有跑的部分 再來大家如果看到 融資融券的餘額的話 你會發現 融資餘額跑 融券餘額也跑 通通都跑了 就代表說散戶在過年之前 沒有人想做 大家都很擔心 你害怕 昨天大漲300多點融資 就單日就減17 應該是近期 單日減比較多 對 那也就是說 最近很多人就擔心 過年放假很長 所以都賣了 賣了以後 台股有沒有守住外資 台股是守住萬事的 都沒有跌破 那代表說賣都賣不下去 賣不下去 第一檔一直有人在承接 所以我認為要逆向思考 反而要進場去買股票 在過年農曆年節之前 而且大家在想 國安基金有跑嗎 他不是說國安基金 要陪大家過年嗎 但是他戶盤要戶兩年 進空令結束了嗎 也還沒有 所以走總跡向都顯示 台股就是會向上漲 這是從總經面 或各方面去幫大家看的 那我們再從形態上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是加權股價指數 大家有沒有看到什麼形態 如果你沒看出來 沒關係 我幫你看下一張圖 好 下一張圖老師 對 你如果看不出來 我已經幫大家畫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頭肩底的一個形態 來頭肩底這邊是左肩 右肩 頭部 右肩 這樣畫出來 你看之前一波下跌趨勢線 已經被突破了 所以沒有那麼差 狀況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差 這一波頭肩底的頸線 幫大家畫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一般來看 頭肩底的形態你學得好 你要去預估它 頭肩底的形態形成之後 它未來漲幅滿足點大概在哪裡 我們從理論從書上跟大家講 它的滿足點就是從 這一波頭部的最低點 往上計算 有沒有 計算到 緊線的這一段的距離 平移 從哪裡開始平移 從它突破這邊開始平移 你看這兩個箭頭 是不是畫一模一樣 那這兩個箭頭畫一模一樣 就是等距平移 等距平移的上漲 那上漲了以後 它如果突破了一萬五之後 它的一個理論的滿足點 就是在這個我畫的虛線這邊 有沒有 那你看我畫虛線這邊 下面是什麼位置 就是剛剛講的一萬七 其實是突破一萬七 如果你照這個理論型態 頭肩底的形態的話 它的漲幅滿足點 是到一萬七千點以上的 那我只是說 那我們去頭去尾 先看整數關卡一萬七 慢慢做 所以整個大盤是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你越是不相信它會漲 它就越是會漲給你看 智商圖老師也花很多心思做的 大家可以派下來 還有你可以掃現在的QR Code 更多相關的資訊 給我給大家做一下這個參考 好 那這是一個大方向 大方向是偏多的 至於要買什麼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你要提前佈局 大家還沒想到之前 你要趕快去先進場去佈局 等到大家都在追了 你再去追 我覺得太慢了 比如說像之前那個藥股 大家在追藥的時候 你看現在藥股 什麼南光 松瑞藥 都往下在下跌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去追高 不要過度去追高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出 這幾檔股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龍澤科 中沙星夏 華晴跟亞德克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 這幾檔股票 其實有兩檔 我是特別 就是之前已經一直跟大家講過 就是農曆年節的概念股 農曆年的時候 吃喝玩樂對不對 對 沒錯 農曆年有些人不想出去人擠人 那不想出去人擠人 你在家裡又很無聊 那就會打電動 所以電玩的商機 我覺得一直跟大家講 講了好久了 就是那個星象 對不對 星象講了好幾集了 星象的部分 他其實他是做意志遊戲 他就是明星三缺一 所以你看我們從 不要說 老師 我覺得你那時候 應該從這邊就開始了吧 我們這附近 就算我這附近 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們看著我們節目 你去追高 你追多高 現在都更高 是不是都賺錢 全部都賺錢 他現在就是明星三缺一 明星三缺一的話 他就是類似有點 博弈概念在裡頭 麻將 打麻將是有點 類似博弈概念在裡頭 他現在為什麼 營收持續成長 你要去看他未來 有沒有辦法持續再成長 因為他未來 再成長的動能在哪裡 在美國 美國有六大洲要開放博弈 他現在已經打入 其中三大洲了 博弈的市場是非常大 我們那時候還在講有沒有 其實那時候說我們 世界盃一般人都沒有在看的 結果為什麼你現在 開始在看了 因為你一卷在手 希望無窮 你買了彩券 就是運動彩券之後 你就會想說 聲音就讀了以後 就很有精神的 給他看下去 那博弈一樣 他就是未來的一個商機 你有做的話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你看一下 他的股價就持續的向上 我覺得未來營收會持續的成長 你看 12月的營收是再創歷史新高 這張股票還是值得留意的 可以等震盪回檔的時候 再繼續進場去買 再來 你想到玩遊戲 如果過年你玩遊戲 你會覺得有點慢的話 你就需要升級你的板卡 對沒錯 那也幫大家升級的話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華晴跟技嘉這兩檔 那今天你看 你華晴來講 他就算12月營收年減35% 照樣維持在高檔有跌嗎 那這不就是所謂的利空不跌 在我們這一檔 也是之前跟大家講很久了 就算你看到我們節目這邊 進場去追高 到今天為止 還是賺錢 這是真的蠻強的 這真的就有賺到紅包了 還是值得大家持續的留意 而且他的KD老師幫大家看一下 這時候應該還數在安全的 KD指標現在到相對的高檔 80左右 那到80左右的時候 就短線決勝負的時候 因為大家很多人會想說 KD到80可能就會往下跌 那其實不是 KD不是只這樣看 因為KD有一個東西 在做高檔遁化 如果他進入到80以後 他的股價 如果還是能在短期間內 持續的再創新高的話 這就是多頭走勢的 一個必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他KD到80了 短線上你看 是不是持續都有幾天之內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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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幾天內只有創新高的話 多頭動能就沒有改變 大家不要太擔心 短線上還是一個強多頭的格局 那這邊跟大家講說 過年農曆年節的概念股之外 今天要跟大家另外分享 就是日幣升值的概念股 因為如果說農曆過年過完了 我說要領先市場 那如果農曆過年都過完了 你還在裡面 就已經不是領先了 都已經過掉了 那如果要比較新的話 我認為現在比較能確定的方向 就是日幣它會升值 因為他們央行 他們自己本身 就是日本來講 他們通膨自己都快要受不了了 所以日幣它會持續的升值 你看一下 如果我們從日幣 對台幣的一個圖形來看 這個是三重頂 我們從技術線型上去看 那這邊就一直在往下 那這邊一直在往下的話 就是你看 你的新台幣越換越少 越換越少 越換越少 這代表什麼意思 新台幣相對於日幣在貶值 那日本在日幣在升值 那日幣升值代表另外一層意義是什麼 日本貨變貴啦 那日本貨變貴的有什麼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受惠股嘛 對不對 那就是跟日本人買一樣 就是賣一樣的東西 那你現在日本貨變貴 可能很多人就會選擇買你的 比如說工具機相關類股 就可能很受惠 因為以工具機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比如說像你要做什麼電具 這種都是工具 工具機這種東西的話 本來日本貨跟台灣貨 很多人都覺得 日本貨那時候一直在貶值 那你要買當然是要買日本貨 因為就是它品質好又便宜 那現在日幣升值了以後 那你相對於台灣來講 台灣的工具機相關的業者 因為它就變便宜了 對不對 它變便宜很多人就會開始選擇 你台灣的貨 因為熟過大碗 對不對 所以工具機相關業者 就值得大家留意 以第一檔容則客的部分 老師今天出了一個量出來 然後長紅棒 OK 那它做什麼的 印刷電路版的專孔機 就是一種就是工具機 還有鋒利發電的大型的車窗 你看一下它Q3的部分 它去年Q3賺1.36 目前來講它的營收是再創新高的 本益比只有6.9倍 是不是 它的基本面很強 而且本益比是非常低 殖利率4.7 殖利率4.7 你去銀行存錢有幾% 2%不到 1.5% 對不對 所以你看買這張股票 比起你定存 而且它又有一個向上漲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容則客是還是值得大家持續留意 如果你要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你看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疊下來之後 就守住這邊叫做假跌破 然後就一路向上的墊高 是非常強勢 那你說這檔已經漲停了怎麼辦 還有另外一檔 好 下一檔亞德克的部分 亞德克它做氣動元件的 那它的應用範圍非常廣 包括電子產業 食品產業 汽車產業 都會用得到 那你看一下它的客戶 那大家的客戶就很有名了 可能你沒聽過亞德克 但它的客戶你一定聽過 包含了豐田 蘋果 都是它的大客戶 那在中國疫情過後 你會發現中國那邊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有缺工 所以自動化的需求是慢慢提高 所以它未來的需求 就會跟著提高 所以你看一下 它突破了95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 就持續向上 我認為這一檔 是很有可能 在年後就馬上就成為一檔千金股 說定這幾天就有機會成為千金 千金股 好啦 是20秒 你看股票的話 看一下 又高又貴 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有沒有高貴不貴的 那我幫大家想一下 下一檔就是中砂 中砂你不要看它 它其實鑽石碟也是一種工具機 那鑽石碟工具機 日本貨變貴了 相對來講台灣貨便宜 射到大碗 目前來講 本益比只有12倍 那12月的營收是年減1.68% 股價已經不跌了 今天甚至是逆勢轉強 這叫做利空不跌 那從技術型態來看一下 底部是不斷的向上墊高 形成一個向上升的趨勢 那最近來講 KD指標才剛從底部向上翻揚 所以我覺得這邊震盪 都是給大家機會進場來進行 OK 好 那麼更多相關資訊 大家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那麼剛剛老師整理的是 基頂老師的服務代股 讓大家做一下這個參考 當然其中還有一檔是國具 跟剛剛昆仁哥看的是一樣的 是比較偏多的 好 非常謝謝老師